大家好 這一節光季 首先看到瓦格納的集團首領普利格基 他在6月24號是揮軍進入了俄國斯的邊境 那麼他表示是因為不滿俄羅斯的國防部長肖伊古 那麼儘管這一次的叛變最後是以戲劇性的方式快速的結束 但是呢肖伊古他在兵變的期間呢就一直生硬 所以呢俄羅斯的官方也在叛變事件之後的一天之後 才公開他的行蹤 那麼俄羅斯的國防部是在6月26號的時候 然後宣布國防部長肖伊古他在烏克蘭特別行動的進行區 當時他是視察了西部軍隊的前進指揮所 那麼這也是肖伊古他在瓦格納他們兵變之後的首度露面 俄羅斯的媒體就點出了俄羅斯的防長他是聽取了集團司令 有關當前情況的報告 同時呢他也舉行了一個會議 那麼其實有媒體就揣測肖伊古他因為瓦格納的叛變事件會遭到懲處 不過呢這一次俄羅斯的媒體公布了他的活動的影片 這也代表肖伊古他應該是不會被普丁來開除 那麼在俄羅斯問題上一直都是呼籲兩國要勸和促談的北京政府 今天大陸外交部的例行記者會上發言人也被問到了這個問題 也就是剛剛落幕的瓦格納的叛變事情 詢問大陸方面俄羅斯總統普丁是否是有和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兩個人有通話 但是呢大陸方面只強調不會干涉俄羅斯的內政問題 先來聽一段茂尼說法 你提到的這個瓦格納集團的事件是俄羅斯的內政 作為友好邻邦和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 中方支持也相信俄羅斯能夠維護國家穩定 實現發展繁榮 中俄各層級保持著密切良好的溝通 至於你提到的具體通話 我們有可以提供的消息 那麼2023年全球地緣的政治衝突 焦點除了在俄烏戰士以外 南海的問題同樣是受到了國際矚目 菲律賓的政府日前就對美國的新開放四處軍事基地 不過呢這個行為卻在非國國內 引起了一個很大的爭議 觀察者網就引述了非國媒體在昨天的報導 菲律賓前總統杜特蒂 他日前就接受了媒體的訪問 當時他就表達了他的擔憂 他認為如果未來會發生一些軍事上的衝突 菲律賓很有可能很大的機會就會被捲入其中 那麼原因呢就是因為菲律賓當地呢 是有很多的美軍的基地 那麼多特蒂呢他悲觀的當時是在節目中 他就表示自己並不是想要成為 宿命論或是戰爭犯的一個分子 但是呢如果要為戰爭打分的話 可以看到呢他認為現在的局勢 1到10分已經高達了7分 而且如果真的會發生衝突 多特蒂他認為非國受到打擊的可能性 會高達8分 因為呢這個主因就是因為美軍是駐紮在這 他進一步的提到衝突 並不會在大陸和台灣地區發生 因為他認為他們都是中國人 不想要刀刃相向 因此衝突點就會在美中 那麼被夾在中間的菲律賓 就會因為和美軍他們的關係很緊密 所以呢就會被捲入爭執 但是小馬克是他的政府呢 其實他也多次的表態 在緊張的局勢當中 菲律賓並不會作為任何軍事基地的一個補給戰 他和盟友的關係呢 也是為了自身的利益來考慮 其中呢也就包括了菲律賓和大陸 分別是稱擁有主權的南海問題上 那麼大陸的海警船 今年和菲律賓的海岸警衛隊 是多次的在仁愛礁附近 發生了很多起的一個船艦對峙事件 那麼其實呢主因就是因為 非國試圖要提供仁愛礁上的 馬德雷山號登船的這個補給鍵 給他們一些補給 但是呢大陸是以仁愛礁 屬於大陸的領域為由 阻礙菲律賓的行動 那麼在日前呢北京政府 他們就發布了第一號令 也就是呢一個海警法 規定在今年6月16號15號起 就會接受大陸的海警 他們可以逮捕外國人的一個條款 所以呢外界就一直認為 15號當天呢大陸方面 就會把馬德雷山號 他們脫離脫離開仁愛礁 不過呢最近就有菲律賓的媒體 是發布了馬德雷山號 他們的一個最新的境況 那麼可以看到呢畫面中 非方的人員他們在船艦上 他們是聚餐的照片看起來很開心 而且呢這個食物也是非常非常的豐盛 對此大陸的媒體 風芒FM他們今天就報導 大陸的海警船在嚴密的監控之下 馬德雷山號他們竟然呢 是還可以得到補給 這也讓中方是感到非常意外 尤其是大陸日前 他們才派了10多艘的船隻 就是要圍堵6艘菲律賓的快艇 完全的要防渡非國隊該補給 進來補給 那麼其實呢 這個風芒FM 他們日前就已經報導過 馬德雷山號他們是因為等不到補給 所以呢 美軍他們就派過雷根號進到了南海 這也表現出呢 美國現在對菲律賓支持的一個態度 不過呢 卻遭到了解放軍的攔阻 美國是一再地強調 在南海還有台海的問題上 是反對任何一方片面 以片面的方式是改變現在的情況 那麼談到美中關係呢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他日前是出訪了北京來訪問 當時呢 他是呼籲雙方的高層 應該是要加強溝通 避免誤會 而布林肯他在今天 接受CNN訪問的時候 他儘管呢 他是肯定這一次的訪中心 但是他還是表示 美方會繼續說自己想說的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那麼即便呢 這些事情都不是北京政府 他們喜歡的 先來聽一段布林肯的說法 他很明顯 當時,我們來講 我們會做的事 他們會不會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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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會說的 如果你看到 的財政政策每天 在美國的一天 你會聽到很多的 但是 這個意義的 的意義 在這項目的 但我認為是否很大人地進行中央的主要觸碰身體 和有關的關係 並沒有關於我們的意見 在那裡有關的關係 但我不想說一件事 我們會保持有關的東西 和人民的關係 還有一些中國的行動 就在那裡,他的訊息是正確的 嗯,我告訴過 而且一件事我告訴過 我們繼續做事 CN同时也问到布林肯有关美国总统拜登 他日前是称呼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是独裁者的一个说法 那么布林肯他则表示 所有的幕僚官员对总统的话其实都是非常信任 布林肯他尽管是没有正面的回答 但是他这个说法也等同是总统说了算 那么当时拜登他这个说法 立刻是遭到了大陆外交部隔天 当天就是隔空的回呛 发言人牟宁他当时是一连以三个严重痛批拜登他的发言 那么就被外界认为才刚刚缓和一天的美中关系再一次的紧绷 而美国司法部长贾兰德他23号又宣布 美国政府现在已经起诉了四家中国的公司和八名的中国人 为的就是他们贩卖这个用来制造芬太尼的化学原料 对此大陆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他是连续两天都在他的推特上发文 反抢美国的人口仅仅是全球5% 但是呢吸食八成的鸦片药物有高达这么多的人 他们要美国要反思自身的毒品问题 而官媒还时也痛批 美国病现在是无药救 说美方呢自己出了问题 不反省自己却是追究其他人 那么可以看到呢 美国日前在TikTok上面就爆红了一个影片 当时包括费城还有旧金山市很多人 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就大街上吸食芬太尼 芬太尼等药物的一个画面 当时就被外界形容是丧尸狠行 来看相关报道 光天化日下宛如满街丧尸 费城旧金山出现这些神志不清的人 全是因吸食塞拉勤和芬太尼等类押聘药物所致 美国毒品泛滥 司法部长贾兰德宣布起诉 四家中国企业核当中的八名员工 因为他们涉嫌走私 芬太尼到美国和墨西哥 这些公司和其他职员 认为在美国在美国的灵状 在美国的灵状 只有一名中国的灵状企业 送了200kg的灵状 灵状企业的灵状 到美国的灵状 为为50kg的灵状 对此大陆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一连多篇在推特上反向美国 华春莹表示 美国人口占全球的5% 但却消费了世界八成的类鸦片药物 他反问美国难道不该更努力 透过立法和教育来保护人民 减少美国人的药物需求吗 而申诉芬太尼烂用危害的美国 至今为正式整理列管芬太尼 大陆官方痛批 拜登政府至今为做出有效因应毒品泛滥的解决办法 完美环球时报社评 更以美国病无药可救为标题 点出芬太尼本为普通药物 临床上能止痛 但出了问题 美国却把毒贩帽子扣在大陆身上 就好像美国出现大规模枪击事件 不从自身找原因 却追究出口钢铁的国家 官时以此比喻 强调这是难以根治的美国病 其实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之前才表示 希望美方能与北京 就分泰尼这个问题 需求合作 然而还没合作 美方就先拿中气开刀 美中关系是否受到影响 也让外界持续关注 借铃韩最后报道